人生鼎沸的正气路夜市 发现有两个即将生高一的小女生 举着牌子要做爱心义脉 原因是要将自己手作的创作品贩售 所得金额要全数捐给流浪动物 希望可以帮助小小动物有一个温暖的家 就是平常也蛮喜欢动物的 然后就是平常也蛮喜欢动物的 就是比较有空 然后可以 就是帮流浪动物 就是帮流浪动物 然后帮流浪动物 然后就是让他们配过的好多点 那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夜市嘛 那之后呢还会再拿几个店 如果说大家想要一起来响应的话 就是从下个礼拜二开始 我们会在出户牧场 然后相隔7月20号 在那个铁道艺术村下午3点 二手四级我们也有买餐 那听说你们这次的这个要义卖的这个物品啊 就是都是你们自己手做的对不对 大概花多久的时间然后做这些 大概就是从毕业到现在都持续在做 可爱的饰品 铅笔 北店都出自于他们的巧手 连隔壁卖爱玉冰的阿姨也对他们赞誉有加 就现在过暑假嘛 然后他们是为了 欸流浪动物吗 流浪动物木板 那希望大家共襄盛举 抛砖引玉 小小年纪懂得用自己的能力来做爱心 更感动了前往夜市的民众 比上面有些的 对啊 你要不要把你等来就有这种 帮助给你的事 对啊 反正小朋友嘛 做个榜样 如果你也想要帮忙 可以前往正气路夜市 靠近博外路口 或者是在7月15号前往出路牧场 7月20号的铁道艺术村二手市集 都可以看见这两个女同学 不妨帮他们加油打气 希望完成帮助流浪动物的梦想 东台顺布放林郑霍如在台东市的采访报导 爱心意外 为流浪动物木板 希望你们多多来支持